明日之后有九大职业 一开始选择职业的时候 都是毕业玩家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一更新 以前的香波波瞬间就变成了狗不理 那选错职业怎么办呢 可敬啊 还能怎么办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只要你有钱 一千块就可以重选职业 接下来呢 朵尼老师就给你安立下 不同阶段适合的职业类型 身为萌新 朵尼老师首推职业一定是 采集类 包括伐木工 挖矿工 和采麻工 采的东西又快又多 前期大家都会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 不要怕 有了采集师 你的普通材料和细有材料掉落率都会增加 这样我们就能采集的更多 就可以交易赚钱咯 采集类职业里 朵尼最推荐的是采麻工 因为前期需要大量的麻料和绷带 比起木材和矿产资源 麻的资源更稀少 更重要的是 朵尼是近视野 麻还不好找 如果你也是势力不好的朋友 请学采麻工 不要跑 到了中期就可以考虑制造类 主要有枪械弓护甲弓和家具弓 它们能造更多的武器 还能随时造篝火 萌新在白树高地特别容易冻死 此时篝火就是救命的哦 枪械弓和护甲弓这两种职业有点像 可以制造背包武器 但是枪械弓的克金程度太高了 所以朵尼更喜欢护甲弓 主要是因为虫 还不是因为都已可远了 一个粉丝都没有 恰饭都成问题 救救孩子吧 家具弓的话 适合那些想把家里打扮的 比较漂亮亮的妹妹吃哦 但是朵尼身为汉子 玩这个游戏就是要干 不需要这些娘们儿唧唧的玩意 当然最重要的是 就好再容易被抄家 我怂 到了后期喜欢战斗的朋友们 就迎来春天了 但要充足又喜欢抄家的朋友 就可以选择战斗类职业 主要有步枪兵 狙击手和武士 朵尼是怂逼 所以更喜欢狙击手 远处观望再来一记黑枪 神清气爽 大家对明日之后的职业 还有什么想法咧 欢迎给朵尼老师留言 点赞收藏咯